我是開心夥伴的秋卡姐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傑克與魔鬥 中間有個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傑克 他和媽媽兩個人相應為名 有一天媽媽叫傑克把家裡唯一隻老母娘 拿去街上賣掉 在路上有老人叫做傑克 小兄弟我用這個生氣的豆子跟你換你的老母娘 在豆子一個晚上等著天空那麼高 傑克就答應了 第二天早上傑克發現豆子眼睛長得好高好高 傑克想知道到底有多高 就算了豆子的金桿往上爬 爬呀爬,然後爬上一端 在那裡有個巨大的城堡 傑克溜進了城堡 看到城堡裡一個巨人 巨人的妖精掛了一段金幣 傑克心裡想 哇,有人啊,金幣 我和媽媽以後都不必餓肚子 就趁巨人睡著 偷走了金幣 一三天早上 傑克要溜進了城堡 看到一個美妙的巨人放在桌上 趁巨人睡著 傑克拿起術琴正要離開 術琴就想來起來 把巨人給吵醒了 傑克努力地 掃著豆子的 拿著樹前掃著豆子的金桿 掃到地面 大聲叫 媽媽,快拿葡萄給我 傑克用力地砍掉了豆雞 巨人從半空中摔到地面摔死了 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